大家好我是啾啾 今天我们家的晚上菜呢就是这只大鸭子 嘎嘎 这只鸭子我抓来的时候就有六斤多 拔了毛以后呢还有四五斤 我是买到别人家吃骨子的鸭子 这种鸭子呢就是小时候给一点点湿的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就给那个 骨子玉米啊这些 换了一个大口 那个盆实在太小了无法洗 虽然我买的是纸鸭子 你看这个解皮啊还是有点厚 所以这只鸭子 还是比较可以的 鸭屁股不要了 没人吃屁股 太臭了 用用大刀了 现在有这块 好刀本开菜感觉都不一样 我炒鸭他就卖羊鸭了 鸭子一过来卖了 还是给儿子 砍一个腿 看他还能吃几年级 比较大人 这个腿腿呢 给老娘 奖励他 今天我把鸭子里面的高筍 准备一点葱 大蒜 高筍 配料挺多的 姜 辣椒 全部给他一起洗 今天这个高筍买的挺嫩的 可能是刚刚出吧 还挺贵的 七八块钱一斤 我还留了几根配别的 再洗一下 这几根切起来还有这么多的 帅子了我们就不切了 整个整根的等会放下去 都差不多的 可以一起放下去 所以给他们两个混合脏 抽我们也尝一点 炒鸭子日后的姜 给的有点多 配料全部切好了 我们不使用花椒了 进花街叶子 这个我觉得还美味一遍 空锅下入鸭肉 不过水了 我觉得这个吃骨子的鸭 过一下水都没吃味了 一点的料酒 然后盖锅给它焖熟气 哎呦 这么大的火 先打开看一下 有香味了 先给它盛出来 锅里加油 少多来一点 桂皮先放下去 炸一下 再把鸭肉 也放进去 盐 盐 姜片 油辣椒 再加一点老抽 再加一点老抽 香香的了 一点点的水 为什么我要放水 为什么我要放水 稍微焖一下 因为我觉得口感好一点 盖锅 焖 好喽 不错 好 美美 美美的 最后的配料 说最后的还有葱 还有花椒 叶 这个高笋 朋友们喜欢炒到几分熟 我一般喜欢炒到八到九分熟 米酒都在这里等吃的了 米酒 你还摘得这么高去了 他摘到下面 忘不到我炒菜 所以跑到上面去 我炒菜它就开到锅里 哟 还真的忘了 葱 葱花椒叶 这才是最后的 越来越香了 马上出锅 今天有买买的衣服 你还要吃 等你 你看天又黑了 现在放到亮度来吃 这是你的腿 怎么声音撒哑 妈呢 一个人讲一个一老一小 给自己讲一个大丫头 你要吗 姐姐你不叫腰 不叫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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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子的时候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鸭头 孩子 嗯 如果我帮我在嘴巴上 上一片这个鸭子嘴巴 你看我像不像老鸭子 呵呵呵呵 嗯 以后这个鸭子头我让你吃 为什么管 你今天吃鸭嘴巴就会说话 要不然你一跌到尾 你不跟我说两句话 下次你吃鸭嘴巴 嗯 嗯 曾经吃啊 嗯 要点 今天你觉得 给你们学学的炒房的哪个好吃 不 不 个以后的味道 我以后炒就来 这个有多味道 我把它装饭来吃 我也想做外饭吗 我会把你装 嗯 嗯 为了多少啊 嗯 粘一点点 不粘多了 哎呦你粘那么多 行 你要加饭吗 嗯 嗯 这个就要加饭 等会就要加饭 第一次我们全焦都加饭 这真的是第一次生人都加饭 三个都加饭 好 会加饭 你看我吃这么大鸡蛋 热不加热 你要不要吃 我让你吃饭 两次吃鸡蛋 你不吃 你一看着我们俩吃完都不干 这还羞了 我还羞了 你先饭 今天吃得太饱了 今天就简单一点 两个字 完美 咖 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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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